川普民調落後陷入危機嗎 選戰小組就位輿論戰全面啟動 故裝共和黨基本盤 川普是否已經勝券在握 台股法說會連番登場 大力光台積電人氣爆棚 是否預告下半年行情加温 營收揭秘第二季財報 潛力股無所遁形 台股也能大玩夾娃娃 達人解密不靈通道戰法 三爪來回操作輕鬆轉 DRAM族群是否一路強 退休生活怎麼過 游山玩水還是淪為下流老人 揭秘每月三千基金戰法 輕鬆樂退免求人 更多精彩內容就在今晚的 五七金錢報 歡迎收看五七金錢報 大家好 大家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晃文 首先歡迎四位來到現場的 雨團嘉賓 台灣的選舉跟天氣一樣 越來越熱 其實美國的選情也在加溫 因為最新消息傳出來 這個現任總統川普 他的民調大幅落後 給民主黨的拜登 將近十個百分點 川普有可能會讓這件事情發生嗎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川普狂犯召集令 什麼叫狂犯呢 待會跟大家做報告 川普最近的這一些舉動 包括像是抓非法移民 還有嗆有色人種的女議員 甚至傳輸要撤換商務部長羅斯 以及他嘲笑中國大陸的GDP 來到歷史新低 其實川普他只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呢 其實他就是要重新點燃 所謂狂犯的熱情 狂犯是從英文翻過來 叫做Crazy Fence 就是瘋狂的粉絲 簡稱叫做狂犯 所以進一段廣告我們來討論一下 既然美國的選舉行情也開始加溫之後 接下來的選舉行情該如何做規劃 我們今天就有完整的分析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這個台灣跟美國的選舉行情正在加溫 也許你會想說到底接下來的選舉行情怎麼走 我今天提供一個叫做咖啡民調 讓大家做參考 台北股市目前是在10886點 今天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去Seven買咖啡的時候 因為他也算是一個部落客財經名人 就有一個台灣大媽突然問他說 我看過你的直播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這個聽說7月底FED開始降息的話 這個市場在傳言美股就會開始崩盤 那美股崩盤了 這個台股就會崩盤 是不是這樣 其實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當所有的台灣大媽散戶 都在想說月底FED降息 會不會是利落出境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反過來 當大家都在擔心會崩盤的時候 反而行情不會崩盤 這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有時候技術分析很準 從馬面很準 可是這種田野調查也特別的準 因為是看出現在散戶的一個心態 接下來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穆華哥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川普的選舉行情 啟動了嗎 我們今天獨家抓到川普的競選團隊裡面 包括文宣組 肇事組 輿行組 財經組 政策組跟民調組 我相信很多的分工合作都有 那文宣組他說川普OK 因為他的第一支廣告 在6月18號就要開始上線 已經上線了 所以文宣沒有問題 趙氏組川普之前辦了一個國慶大閱兵 據說募款還破1億美金 所以這個趙氏組也是跟他說OK 另外呢 餘行組現在在加溫中 待會兒我們就是要討論 川普的餘行組最近做了什麼事情 那財經組完全沒問題 因為美國股市還在這個三大指數創歷史新高 我們之前講的川普要的是三低一高 這個高呢 就是高股市 所以財經組也是OK 政策組 貨幣政策呢 FED可能月底要降息 所以政策組也OK 那民調組到底OK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 今天報紙說川普的民調呢 落後給他的這個民主黨的對手 拜登啊 將近十個百分點 到底川普會不會輸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從川普上任以來 他的不滿意度跟滿意度的這個民調 非常明顯 他上任以後呢 通常啊 只要在民主國家 一上任之後呢 民調通常都會往下掉 那他掉到最低的時候呢 來到百分之三十七 那最近呢 是大概在百分四十四 百分之四十四的滿意度 跟不滿意百分之五十二點三 大概差了將近八趴左右 是有一定的距離 那大家想說 川普到底會不會連任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川普一定會連任 邏輯很簡單喔 在民主社會裡面 投票率 根據過去美國總統的經驗 投票率最多就只有七成 也就是說假設一百個人裡面 只有七十個人會出來投票 那這七十個人出來投票呢 要怎麼樣當選 我只要有三十六個人投給我就好 那一樣的道理喔 現在的川普的滿意度有四十四趴 那他過去做得再怎麼爛 他的支持度還有三十七趴 比我剛剛講的三十六趴還要高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大膽斷言 川普連任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雖然他的不滿意度 比滿意度來得更高 這待會兒呢 也許穆阿哥有不同的解讀 我們來做討論 另外我們看一下 到底魚群組呢 川普魚群組最近在做什麼 最近川普的推特好忙好忙好忙 要抓非法移民 然後非法移民又扯到這個 他嗆了這個有色人種的議員 你可以滾回去你的這個原籍國 你的這個國家 這個腐敗無能 反正大家覺得 他就是在搞這個白人至上主義 這些話讓白人聽起來就特別爽 所以川普他在幹嘛 他在抓他的這個鐵粉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36%的鐵粉 只要36%鐵粉繼續治他 川普就會連任 邏輯在這個地方 包括他說7月15號定為美國製造日 以後呢要美國製造 然後僱用美國的員工 甚至傳出他要撤換商務部長羅斯 也許貿易戰打到現在 錯都錯在羅斯 先找一個帶罪羔羊 另外他嘲笑中國大陸的GDP 第二季6.2%創下歷史新低 其實他怎麼講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 迫切想要達成協議 這些一樣都是在講給他的鐵粉 聽的以及華為禁令 兩週後可能解除 當然有一些大切開始反彈 所以穆浩哥 我們剛剛的結論導出來 川普的各個分工合作小組裡面 感覺上現在輿情組正在加溫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川普連任的機會很高 因為368鐵粉抓牢就可以了 你怎麼看 對 川普其他幕僚團隊很OK 最不OK的就是川普他本人 你說最大的變數是他本人 對 他幕僚團隊OK 川普不OK 那幕僚團隊在旁邊 也是皇帝不及及死太監 那為什麼講川普不OK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幫大家準備了一個資料 美國人認為史上最不OK的總統是誰 其實第一名就是川普 就是川普 這個民意調查出來 26%的人認為川普是 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 所以穆浩哥你是覺得川普 明年連任機率不高 還是不可能連任 我覺得他現在是 我們來賭個麥當勞好了 好 我覺得他現在是 賭1000塊雞排嗎 我們就賭1000塊雞排 不要 賭太大了 沒有關係 我對川普非常有信心 好 我們賭10份麥當勞 你知道10份麥當勞 對 OK 這個輸的人就公開在金錢報 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好不好 既然你賭了我就告訴你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會敢跟你賭你知道嗎 你知道韓國瑜的民調 45%左右 為什麼可以大贏這個郭董 因為民調公司的總經理出來說 因為韓粉最鐵 他願意在那邊等電話 我告訴你 川普的鐵粉也很鐵 所以你輸定了 好 沒問題 反正明年11月我們就見分曉 那這個川普 他是美國人認為史上最差的總統 這真的是事實 假新聞 假新聞 26%是認為他是最差 好 那川普現在在做什麼 很明顯的在鞏固他的狂犯 同時另外一方面 在做政策上的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川普的政策調整的軌跡 還蠻明顯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其實川普也發現一個大問題 這個表是什麼 這個表示這個approved 這個president Donald Trump 選去說那disapprove 就是說我支持你的 我跟你不支持的 這兩個數字相檢 檢出來他創下歷史新低 達到18個point 就是不滿意他的人 比滿意他的人多 就是說他的支持群眾很分歧 這個滿意他的人很滿意 不滿意他的人不滿意 很不滿意 所以這一剪出來 這差距很大 所以說他趕快要去鞏固鐵粉 去做這個游離票的吸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他趕快就華為要鬆綁了 今天最新的新聞 我們不是說美國商務部 兩到三週之後就要發那個 要解禁 對 這個許可證給這些美國廠商 出貨給華為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一缸子華為概念股 又開始興奮 我們講三檔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新聞上 舉例的穩帽 金元電跟華通這三檔 我們看一下3105的穩帽 穩帽今天是不是拉尾盤 對不對 而且穩帽你看他姿態多高 非常高 這掉都掉不下來 準備要去挑戰240的前高 所以我們一再講穩帽 這檔股票PA這檔股票 可以講說是現在目前台股 蓄勢待發一檔股票 大家可以關注的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金元電 營收有沒有創新高 股價也創新高 對不對 營收創歷史新高 然後股價的姿態是一路往上 非常強勢的一檔股票 上個禮拜我們這個阿瑟 其實也有提到金元電這檔股票 金元電過去的股性很爛 很牛 很牛 對啦 就是上上下下很不乾脆 可是你們發現他這一波 隨著他營收不斷創新高 他的股價改變那個形態 變成是很犀利的一個走勢 另外一檔就是訂單接滿 接到年底的 這個滑通 連續三根 用跳空的往上 對啊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三家 今天都因為華為解釁這個消息 有利多消息助攻的一個情況 好 那接下來 你剛剛講他的政策組 現在在做什麼 就逼連準會降息 對不對 所以說 為什麼美國股市 在最新一個交易日 三大指數又起創新高了 最主要原因是一個小摩 J.P. Morgan 他這個分析師把年底 Standpool的這個目標 調到三千兩百點 我們看一下標普的K線好了 這兩天標普不是歷史上 首次佔上三千點嗎 是 結果呢 所以調到三千兩百點 對 小摩馬上把它升到三千兩百點 所以在這個利多消息之下 就帶領了美股再創新高了 我聽到現在你覺得 美股繼續漲的機會很大對不對 對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喔 對 如果美股繼續漲 你覺得川普不會連任嗎 你要不要改變 反正就十份麥當勞嘛 對 就這麼簡單嘛 好 我們篤定了 對 OK 講完美股之後 我們看一下大陸股售 其實大陸股市這個K線 他最近其實在這邊 嘗試足底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一下陸股的一個K線 昨天留了一個很長下影線之後 這邊有沒有機會做足底 這個我們出去做關注 我個人認為長線是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MHCI的開放程度還不夠大 所以未來有很多資金要進來 所以以長線來講 我覺得還是非常有機會 不過我們今天不講大陸股市 為什麼 因為大陸股市呢 最近的這個白馬股 包括像之前很紅的東俄俄礁 這個大足激光這個瓶蓋股 昨天你知道他們兩個股價都跌停板 發生什麼事 因為公布財報狀況都不太好 有的降了八成 有的降了這個六成五左右 那今天的股價呢 到我們錄影時間 其實還都是在盤下的 為什麼白馬股這麼弱 當然財報不好 也許跟貿易戰有關係 所以這個白馬股 可能暫時市場上比較擔心 那會不會呢 機會來到於科創板 因為科創板在下個禮拜一 就要正式上市 倒數六天 那大家知道 科創板它的平均本益比 大家看一下50倍 很高 上陣15倍 深陣24倍 台股也大概才15 6倍 稻窮也大概才20倍 科創板號稱是中國大陸的 納斯達克 50倍的本益比代表市場上的 這個期待非常高 所以你看它的這個中籤率 有310萬個股民去打薪 什麼叫打薪呢 就是抽籤 中籤率只有百分之0.06% 所以你覺得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科創板短時間會變成中國大陸股市的舊市組 科創板的特色到底是什麼呢 跟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各板塊不同的 第一個呢 它是註冊制取代核准制 所以它是在上交所的這個 這個試點的註冊制 第二個呢 取消關定本益比 我們知道過去大陸的這個核准制 它的本益比是關定的嘛 不能太高 上限是23倍 23倍 對 你就不能超過23倍 那這一次呢 是由改由市場來定價 第三個呢 參與者 比如說大K你要去開戶的話 到科創板開戶 第一個你交易經驗要兩年 第二個你的帳戶要一定金額 是50萬人民幣 第四個呢 就註冊公司掛牌 需要符合八大上路規則 所以它有這四個特色 那這個科創板 第一次上路呢 總共25家公司 我把它列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台灣的觀眾朋友 大概對這些公司 都不熟悉啦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公司 他們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做 什麼集成電路 半導體 就是說這個計算機 通訊設備 就比較屬於一個新創產業 那這25家 吸金多少你知道嗎 IPO你剛剛不是講嗎 現在目前這幾天都在繳款 對不對 總共吸金差不多300億人民幣 300億人民幣 對 這個25家 就已經是IPO到這個金額了 那首發的6家公司 前6高的股價 最高有高達60幾塊人民幣的 本一比50幾 你看他本一比最低也都30幾倍 對 所以這本一比相當高的 那集資金額都差不多是有這個8億到10億 比較少一點大概是5億的一個規模 看到這本一比我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這麼多台灣分析師 想去大陸這個發展行業 對 大概就是看到這個本一比 那去也要小心一點 對 還要一下合法 對 還要合規合法 對 要符合大陸的法規 所以說我覺得倒是可以去注意 群一深的 群一深陣的中小板 這個中小板的這檔ETF 就是以名氣為主的 對 00643 這一個ETF呢 雖然成交量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年初的時候是不到10塊 對 最高的時候曾經漲到過14塊 也就是說它這個波段漲了這個幅度 差不多4成多 是 非常大的一個波段幅度 然後回檔回到差不多這個10塊附近 現在又回到12塊 所以我覺得這檔ETF呢 會不會被這個科創板 因為都屬於中小企業的形式 把它帶起來值得觀察 好 這個問題 大K叔叔來請教一下穆華哥 今天台北股市唯一的亮點 其實就是鴻海 鴻海鮮的股價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看K線就好了 對 連拉兩天 已經來到 波段新高 已經來到8字頭了 穆華哥 因為今天報紙又在講郭董 郭董呢 到6月份還在自己 還在掏錢買股票 從去年11月 買了27000張 再三千張 三天張 1500 2000 1700 1790 1600 550 總共買了4萬張 就發覺郭董買的價位 大概就在這裡 大概就在這裡 75塊 對 所以我們用這個 鴻海的月線來看一下 會不會呢 郭董連續買了這8個月 這8個月都買在這裡 這叫做郭台銘防線 所以鴻海在這邊是一個 強力的鐵板區域 有沒有可能 好 但是有一個特點 你會發現郭董越買越少了 到6月份只剩下不到1000張了 而且國民黨初選也結束了 郭董還有繼續要買鴻海的理由嗎 我是打了一個問號 你既然都講到初選 那我就直接問你好了 好 你覺得他會不會變成第三勢力 我跟你講 昨天我不是有講嗎 柯文哲百分之百出來 出來選嗎 我也現在告訴你 郭董百分之百 不可能成為一選之一 因為我想應該很多鴻海的股東 希望他出來選 上次宣布一下有沒有 鴻海噴這一段 他如果再重新說他要繼續選 會不會還有機會 你現在把這個希望都幻滅了 我覺得他如果要宣布出來選 搞不好鴻海股價會跌下來 是 那如果人為郭董不會再出來參選 那接下來鴻海的股價怎麼辦 鴻海股價倒是有可能漲 但是能漲多少 我也打了一個問號 我們來看下面我幫大家準備的資料 鴻海我們剛不講嗎 他6月買了550張 連續8個月買沒有錯 合進買了4萬多張 那郭董現在的累計持股是133萬張 接近134萬張 比重是9.65% 將近鴻海的一層 那你請問 那郭董對鴻海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如果你跟我講說持有鴻海一層股票的人 沒有對鴻海有實質影響力 我打死也不相信 一定對鴻海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他不用干涉鴻海的事物 鴻海的董事長會隨時跟他報告說 我要做什麼 所以他沒有干涉 我沒有干涉 是你來跟我報告的 那你剛說既然他不會出來參選的話 然後對股價反而是有激勵 對股價當然有激勵 他如果不出來參選的話 就代表什麼 代表他又要回歸本業了 用心經營本業 回歸本業 那基本上他說他不干涉經營營運 我覺得這個是檯面上說法 就是說他不干涉沒有錯 但人家會來主動跟他請示 那繼續參選拼選到底可能性是零 打個叉叉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叫做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是建議郭董應該投身公益 然後真正做一個公益人 然後把你對這個土地的愛 全部把這個心放在這上面 我覺得你會贏得更多人的尊重 好 非常謝謝穆浩哥 穆浩哥今天做了兩個預測 第一個是他認為川普明年不會連任 第二個呢 郭董他不會再加入這個選戰 大家自己做觀察 不過接下來要跟阿瑟來聊一下 郭董在這三個月裡面 雖然他初選沒有出現 但是確實他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粉絲 我相信很多財經人都變成他的粉絲 那講到粉絲我們不得不提到劉德華 劉德華最近來到台灣 大家看他的粉絲有夠誇張 這個萬年帥哥 確實我們也是他的粉絲 有的蹲點 什麼叫蹲點 我今天才知道 就是前一天在那邊排隊 叫蹲點 有迷妹 有狂犯 我們剛剛講這個瘋狂粉絲叫狂犯 非常非常多 這個是劉德華的粉絲見面會 人非常非常地多 我們就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喜歡去參加粉絲見面會 這個統計出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一定要看到本人 當然看到本人一定會很開心 第二個想要看到明星不一樣的一面 因為可能平常是演戲 看他唱歌 所以粉絲想去 或者說想要透過現場的互動 可以更瞭解他喜歡的大明星 所以這是大家想去的 那我們之前的理財大人秀 也很認真 我們辦了一個粉絲見面會 這是誰 我看一下這是誰 這是誰 這應該是 這是谷魚吧 谷魚他辦了一個粉絲見面會 據我們那個製作人說 好像現場來了一百個人 也算不錯 蠻多的小型見面會 其實是因為場地太小 要不然人應該更多 其實粉絲見面會 基本上人都蠻多的 可是跟大家講 一樣是華仔 另外一個華仔 叫做這個名嘴張有話 張有話之前 他也辦了一個粉絲見面會 廣播號召粉絲 結果大家知道嗎 來了多少人 只來了一個人 就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還說 不管多少人 反正來一個就是一個 這個來一票 就算是一票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 一樣都是華仔 可是有的人是這個爆滿 有的人只來了一個人 那你看 台北股市接下來的行情 法說會行情 法說會也是某種程度 法人是粉絲要去朝聖 過去像南亞科 大力光這種產業 很多法人擠爆了 所以叫做 劉德華等級 華仔等級的粉絲見面會 很多人 接下來包括 禮拜四的台積電 我相信也是擠爆 包括像接下來 還有智元穆德 這跟半導體 IC設計有關的 應該都會人擠爆 可是有一些 像這種傳產 陣龍 還有這個裕泰 小一點的公司 甚至像這種面板產業 以及西洋產業 可能就是張友華的這個 華仔 去的人會比較少 我不知道阿Sir 你怎麼解讀 會是這樣子嗎 舉這個例子很好 因為我稍微有研究 東漢許勝的說文解誌 這個華仔的華字 它比方的是一個芬芳的花朵 所以蝴蝶字來 叫芬芳的花朵 花若開蝴蝶字來 對蝴蝶字來 但是這個華哥 他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 但是容易取高和寡 所以說你們能夠取到這樣 代表製作單位很用心 我們是蝦 蝦蒙的 對蝦蒙的 繼續蝦蒙 你幫我們把這格局拉高了 謝謝 那是你們層次能夠接化 那當然我也可以 從這個所謂剛剛 這個Kevin講的 其實晶圓店是我兩週前就講的 那時候還在盤整 那沒關係 我們一一的來看一下 首先先來看一下 上禮拜是大力光 我幫各位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 總整理 總整理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市場上 法人在看的七批七批 在整個的一個執行長 這林恩平先生 他講完之後 我幫各位做一個 很精華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的一個解釋 七批的鏡片 他的一個平均價格 比六批是高出20%到40% 非常高 本來以為七批一定會比六批 其實不對 他做出來竟然是比六批還薄 七個塑膠鏡片竟然做出來 比六片還要來得飽 而且這個七批的滲透率 在今年是從4.44% 明年會放大到17.8% 後年2021年變成將近30% 對 營收方面 在大力光方面 這個七批的東西 就類似於所謂台積電7奈米 是 他可以今年增加48億 明年增加201億 後年的話增加346億 所以在這個鏡頭上面 大力光還是維持相當程度 他的強勢領先 對 所以說明年2020年 獲利大概EPS可以上看 法人預估上看超過236塊以上 而且目標價 近階段大概 這個亞系外資 跟所謂的美系外資 大概都提升到5000元以上的 所以他現在的收盤價大概4260 所以你看看 今天的一個盤勢漲了9點 但是其實大力光已經稍微有點在動了 整個的一個 我們上次不是講三陽開泰嗎 五福臨門 其實我學到的是五福臨門 就是五條軍績都在上 對對對 所以他這個是五福臨門 要來留意是不是 配合禮拜四的台積電的一個 什麼一個大龍井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好了 上禮拜三是南亞科 南亞科的法說會也顯示出 記憶卡的一個什麼 記憶體的一個事況非常的好轉 這個Drain他的一個出貨 是用衛員來算的 這第二季的衛員出貨量 既成長竟然超過了30% 他上次的法說會是說 第二季是小於10%的預估量 結果你看成長了三倍以上 這也是為什麼 南亞科近期狂漲的原因 大幅憂於一起 是的 所以說整個的一個 Drain的一個什麼一個走勢 我們可以看一下 而且這個日韓貿易在目前 還無解當中 無解當中 對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2408的一個什麼一個 所謂南亞科 近期股價這個對指數 也都有正面性的一個幫助 我們可以過來看一下 好OK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個修正 是因為昨天的一個量價 稍微背離 但是又量縮 所以又存續的 明天又轉長的一個訊號 那再來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業績創新高的一個股價 表現非常的一個穩定 像微軟 他也是6月份營收新高 還有晶圓店 晶圓店是我7月2號做專題 跟各位說 因為那時候是還沒突破 包括立基 包括我上禮拜講的 這一個所謂那個什麼一個 散熱 的一個群組 所以說你看看2449的一個 晶圓店 第二季的營收 是歷史新高 你先講在這邊 我那時候講是7月2號 那時候還在29塊以下 那他前一天是一個跳風上揚 都是在平台突破之前 那現階段 包括今天還在創新高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些題材性 那這個禮拜 有什麼樣的一個題材 我也幫各位準備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準備的一個CG 我們可以來留意 這個財報家的一個個股 一檔一檔的一個題材發酵 第一個生計股 4163的一個液態 他第二季的一個稅後營收 估計是3.46元 他可以既成長76% 年成長35%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 今天的一個什麼一個液態 4163的液態 已經又來平近期的一個波段新高 那短線上一樣 這個也都是說這個五福臨門的 要等他拉回再切入會比較好 原則上他並沒有做一個 大幅度的一個什麼 一個正乖離 所以說他是沿著五日 均線來做一個上工 所以說這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操盤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檔好了 一直在講紅海紅海 其實紅海 最先第一檔要看的是工業複聯 他上市的一個什麼 一個發行價是13.77人民幣 也就是說這個13.77人民幣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有效站上的話 工業複聯都是弱勢 那如果工業複聯是弱勢的話 你要找哪一檔做紅海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頭碼 就是掀起指標 我覺得是4958的一個增頂 4958的增頂為什麼 因為法人最愛的就是 毛利率的一個地增 第一季的一個增頂的毛利率是16% 第二季已經放大到17.48 關鍵的第三季 法人預估竟然會大幅度 跳升到25.5% 那市場上4958的一個增頂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今天已經創新高了 今天來到110塊 之前高點是117塊 所以說搭配他的一個營收 你看又出現了一個 五福林門的一個走勢 那今天也帶量了 那加上他的一個子公司 蓬頂 在整個的一個昨天 也加入了一個生戶通 唯一在台灣 進入名單的一個 台灣PCB的一個廠商 所以說他的一個利多其聚 來留意他的一個爆發力 那接下來一檔 是整個的一個什麼一個 所謂營建股的一個什麼一個龍頭 2548的一個華顧 華顧他第一季才賺0.37元 第二季賺1.51元 第三季預估可以賺5.27元 開始入賬了 Gamon 你知道他去年才賺多少錢 他去年賺3塊而已 去年賺3塊 但是他你知道他配息配多少錢 他配5塊 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的一個除息之後 大概都維持一個亮縮的格局 今天大概是維持一個平盤沒有跌 而且已經出亮了 看看是不是開始要來走這個 填息的一個什麼一個走法 好 非常謝謝阿守從這個法說會 還有這個財報 我幫大家做一些 邏輯上的選股 歡迎回到五七金錢報現場 這個大家在做投資的時候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呢 有很多紓壓的方式 像我自己呢 其實跑步是一個很好紓壓的方式 其實我之前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夾娃娃 抓娃娃好了 這個抓娃娃呢 其實因為當你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也是可以這個紓壓 就是不會想太多 有時候這個行情不好操作 我會做這事情來做這個紓壓 那我們剛好小編 他是彭宇院的粉絲 這個他發覺彭宇院最近 也非常愛捉娃娃 他在他的IG上面留了一張照片 這個OMG SO HOT 就是他覺得這個很難抓 那照小編的說法 聽說他連這個內褲都濕了 都還抓不起來 那我要跟大家講 像我們這個年紀 應該喔 電視機觀眾前的朋友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年紀 你應該知道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已經流行過抓娃娃這件事情 那當初呢 我們抓娃娃 大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面子 面子 什麼意思呢 當初我們在高中時候去抓娃娃 都要為了交女朋友 所以帶女朋友去抓娃娃 一定要成功 因為你抓不成功呢 就很落魁 但是你抓到的話 人家覺得特別有面子 然後把這娃娃送給女生 所以我相信 也許喔 你現在看電視機的這個觀眾朋友 可能你當初的老婆 或是女朋友呢 就靠抓娃娃 抓到的喔 那今天現在抓娃娃變成什麼呢 我要跟這個全日小哥 因為全日小哥也是抓娃娃大王 最近台灣流行抓什麼 之前說有抓這個洋蔥的啦 還好就是抓一些食材 那時候菜價很貴 有人抓洋蔥 抓青菜 後來有人抓這個龍蝦 這都沒什麼 你知道最近有誇張喔 這個叫做心靈發電機 什麼意思呢 抓這個盒子啊 每個盒子呢 都有一個美女的照片 這叫真人交友LINE密碼 這邊有講喔 保證是本人照片的 本人交談 只要你抓到誰呢 你就可以把他加入LINE 你就可以跟他做聊天喔 而且他說登錄時間36小時之內 如果沒有通上電話的 我們這個機台的台主 會再送你另外一盒 表示他是真的 而且保證520塊錢呢 這個取物 520塊錢 最多你就可以認識一個美女 不過提醒大家 這些照片喔 很多都看起來怪怪的喔 也許 對 你花10塊錢呢 抓到一個美女 搞不好呢 他是這個 剝皮酒店的這個Mail 到時候你花10塊錢 然後損失了50萬 100萬 也不是不可能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聽說這個群小哥 你很愛抓娃娃 我非常愛抓娃娃 不過我去娃娃店 看到這種LINE 我絕對不抓 因為這種 你是怕你老婆看到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的LINE 有兩千多個人 對 兩千多個人 根本回不完訊息了 哪有時間跟他們聊 是 所以完全不會去抓 那你都抓什麼 我都抓這個 今天這個 這個就是裡面的其中一隻 其中一隻就長這樣 還蠻大隻的 我剛從日本回來 對 那我去仙台跟聖岡抓 這是你抓到的成果 對 你花多少時間 這不是我們家的收藏品 這是我這次跟團抓的 我是跟團去抓的 那你今天帶來是要送給 我們要送給觀眾朋友 真的啊 這很可愛的多拉利夢 對 那所以 那你待會兒講的 我們待會兒問題 所以觀眾要專心聽 專心看喔 待會兒我們在金錢報的粉絲團 會留下一個問題 第一個答對的人呢 就可以獲得 這個可愛的多拉利夢 多拉利夢 好 我先幫你拿著 好 那我們這個抓娃娃跟股票 其實蠻相關的 怎麼說 抓娃娃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呢 爪子要有力 爪子要有力 爪子有力 他才抓起來 有些會鬆鬆的 在台灣一堆摸摸爪 摸摸爪 摸一下 對很討厭 雞塊錢投下去 發現他摸一下 又被騙了 又走了 那叫摸摸爪 對 那假如爪子有力的話 他就可以夾 勝率比較高 對 第二個要低擋板 低擋板 因為一般娃娃機店 你抓起來 他都會放下 對 他不會抓起來放到洞口 不會這樣子 抓起來他會放下 對 所以低擋板 他比較有機會跳出來 你說要掉出來 洞口那個擋板 對 那擋板要低 那相同的買股票就兩個條件 第一個 籌碼要有主力 這籌碼要有力 跟爪子一樣 籌碼要跟爪子一樣 第二個 股價要經過整理 對 因為假如股價沒有整理 大漲大跌 這個也不容易噴出 就是籌碼要沉澱 會比較好 沉澱的話 就很像那個擋板很窄一樣 對 那我們叫布林帶寬 就比較窄一點 所以你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對 看布林軌道 對 看布林軌道 布林通道還蠻多人用的 對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個布林通道又稱為 保利加通道 又叫布林軌道 中軌 中軌是這條線 這條線 我們通常都是用月線 就20日均線 月線就20天 中間這條 對 上軌是這個中軌 加兩個標準差 下軌是中軌 減兩個標準差 中軌不知道什麼叫標準差 標準差那個 沒關係 反正軟體會幫你算出來 軟體會幫你算 這個 我們只要記得 按常態分佈 95%的機會 股價會在這邊混 在上軌跟下軌之間 在上軌跟下軌混 那不是很簡單 來到上軌我就賣 來到下軌就買 照邏輯是這樣 對不對 這種邏輯你在維基百科上面 也真的這麼寫 是 他說上軌叫做壓力 下軌叫做支撐 但是這個是有問題的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還要去看一個東西 我們要看這個帶寬 那帶寬呢 帶寬就是布林軌道的寬度 對 上下軌的寬度 上下軌的寬度 那要怎麼用 怎麼用呢 在布林軌道很窄的時候 對 然後一噴出 那行情就會走得比較久 是 所以那個帶寬 那怎麼判斷他什麼時候噴出 比較窄的時候 什麼時候噴出 你就可以看 他這個上軌有稍微抬頭 那就準備噴出 有點抬頭 你看這平的 有點過張 然後協力有點增加 抬頭 那像這個最近的 這檔股票叫六角 六角最近很紅 你看這個股價都在 月線往上 股價在上通道 跟月線之間 來回走 來回走 很穩 所以上面賣 月線買 上面賣 月線買 乖離大一點賣一點 回到月線你就買 因為它是一個 這個多頭的走勢 是 但是這檔股票 各位看一下 它也是個主力 這個滿有力的 有在進出 對 所以它可以一路的上漲 所以這個是爪子有力 爪子有力 然後檔板又低 之前檔板低 所以它就容易 一直出貨 那個 我要一直掉出來 對 但是最近它有點熱爪 各位看到沒有 熱爪是什麼意思 熱爪 這個一般我們夾巴 的這個術語 熱爪就是夾久了 爪子變熱 變熱之後就會沒力 沒力 那我們看一下最近主力 有點沒力 主力有點調節 是 所以這種股價可能 就沒辦法再噴到多遠 所以我們要去找那種 之前還在這邊整理的這種 最好是剛剛開始 剛剛打開的 剛剛開始爪子又有力 檔板又低的 那這個貸寬窄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很紅的一檔股票 叫8088平安 之前貸寬很窄 很窄很窄 你看這邊 低檔板 對低檔板 一根表泰 表泰之後就這個股價噴出 股價噴出之後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股票有主力出現了 主力在這邊 持續性的佈局 對 那這主力是誰呢 這主力就是我們很熟的 康永哥 康永哥 康永哥在這邊 買了一堆股票 之後在這裡再做一段整理 後面就噴出了 所以這個 本來是低檔板 低檔板 低檔板容易加出 貸寬窄 貸寬窄噴出之後 股票就容易拉開 那他現在又是一個貸寬窄 然後現在在擴張 又在擴張 所以你覺得還有機會 我覺得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這爪子沒有熱爪 這主力還在買 還有力 那旺宏 旺宏 帶寬比較寬 旺宏這比較窄的地方 我們算起來 有待有12.5 對 那12.5 這個往上的力道 就比較不會像南亞科那麼足 因為他帶寬比較寬 帶寬比較寬 帶寬比較寬 他籌碼就會比較亂一點 比較亂一點 所以看來看去你覺得 還是南亞科最強 南亞科最強 所以抓完假點就很重要 這代表股票買點很重要 股票買點很重要 股票買點很重要 你看這邊 這個點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就是剛剛準備擴散的時候 噴出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樣講 黏著上通道 布林軌道打開時 打開時 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就是一個突破點 那就是抓挖最好的假點 大概是這樣 這個布林通道 我相信大家已經聽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全聖小哥 到底如何可以拿到這一個 多啦A夢 你要出什麼題目 不要太難 我們今天出的題目很簡單 剛剛有提到 對 這個布林軌道 我們是講股價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在上下通道之間遊走 好 我們會在金錢報的官方粉絲團裡面 把這題目貼出來之後 誰是第一個回答的 我們就送他這個 有全聖小哥提供的 多啦A夢的玩偶 另外在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其實大家都想要追求 所謂的財務自由 賺多一點錢 當然有另外一種人 他也希望可以提早退休 你知道台灣人最大的夢想 我們今天查一下 既然是可以及早退休 到底怎麼樣能夠及早退休 跟你的這個退休金的準備 有關係 比如說我們講 最近像這個林木魚郎退休了 那小勞伯道尼 他們都算半退休狀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賺的錢實在太多了 林木魚郎 身價高達1.68億 小勞伯道尼呢 2.6億 可是觀眾朋友 有多少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小勞伯道尼 甚至有幾百萬的這個運動選手 才可以成為一個林木魚郎 這難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要成為他們 所以要告訴大家 這個呢 你沒有辦法成為他們 賺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要好好規劃一下 我們的這個退休金 要不然我們請教一下教授 因為現在有一句話非常流行 當成人止尿褲 比嬰兒止尿布多的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 之前日本常常講 什麼叫下流老人 就是沒有錢過退休生活 大家看 非常可憐耶 有的是瓜居老人 有的甚至去食荒 還有甚至在街頭露宿 那當然 身體稍微健康一點的人呢 你可以去繼續工作 二度就業 二度就業 可是說真的 所謂的退休跟財務自由 大家想說 我不要工作 我要環遊世界 那如果還要繼續工作的話 基本上 這叫做退而不休 不算是完全的 退休情況 所以教授 你要教我們啊 到底我們處在 股票市場裡面 想辦法讓大家可以 財務自由之外 那如果沒有辦法 這種快速短期致富的話 退休金怎麼規劃 比較好 好 是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現在你也了解到說 你要過什麼樣的退休生活 所以請問大家可以 你想什麼時候退休 我以前希望45歲可以退休 好 那如果45歲 退休表示你可能 退休還要再活40年 那你有沒有想問 我要準備更多錢 對 那你要準備多少錢 好 我們就看這個 媒體的統計 平均台灣人大概一半以上 都希望50幾歲到60歲之間 退休 好 所以說像以我來說 我們基本上 我們也是應該要 進入退休的年齡 可是現實的是 你到底有沒有這麼多錢 有沒有這麼多錢 好 那時候我們來 幫大家算一下 你該存多少錢 好 我們首先看 最基本的 你要過什麼生活 好 我們這邊 就以三個標準 我們先看最低的 對 假設你一個月要過4萬 如果這個4萬 是你夫妻兩個人做的 坦白說 這真的是最低標準 就是最基本的開銷 對 只有生活費而已 是 最低4萬塊錢 那你想 如果你退休後 你活20年 對 如果像大K那個40年 表示你要再乘以2 對 好 所以我們就要20年 20年就要960萬 960萬高 光生活費 對 如果你要再好一點 就往上加 我們就不一個看 對 來 再來 這是基本生活費 那如果你想要吃喝玩的 譬如說你要出國旅遊 有點休閒 還是要跟你的老朋友 喝喝下午茶之類的 對 一年保守估計10萬塊 10萬塊 差不多 你想如果夫妻兩個出國一趟 這樣10萬塊大概就沒了 所以20年 是不是要有200萬 200萬 好 那就算我都不要了 身居檢出總可以吧 這件事情一定跑不掉 醫療 沒錯 對 因為年紀越大 大家都知道身體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加起來 我們就取個成數 大概要1400萬 退休20年 最低要求也要準備1400萬 1400萬 好 那大家一定想到 1400萬要從哪裡來 這是現實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錢要從哪裡來 理想狀態 退休應該是這個樣子 什麼樣子呢 下面有兩塊比較大塊 一個叫勞保 一個叫勞退 也就是說政府跟你的雇主 給你的這兩塊 那自己只要存上面小的這一塊 可是現實的問題 我們看到卻是一個倒三角星 什麼意思 自己老本要存多一點 對 下面這兩塊真的太小了 隨時可能會付不出來 對 好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 現實的問題是這樣子 表示我要存這麼大一塊 那到底該存多少錢 好 我們就用剛剛的1400萬 好 如果今天1000萬 假設你要65歲貼休 6%的投暴率 如果你從25歲下來存 所以存多久 40年喔 一個月存多少錢 然後每個月存5000塊 對 你只要5000 然後要有這樣的條件 6% 所以40年6%的投暴率之下 你一個月存5000塊 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對 聽起來好像也不怎麼難 對 可是如果你從40歲才開始 譬如說像大K 你現在還要做這件事情 對 現在才開始存 一個月要14000多 是25歲將近三倍的金能 等於說月晚開始準備 對 你的壓力就越大 錢要越多 如果你說你只剩10年 抱歉 一個月要6萬一 對 天哪 你可能一個月薪水都沒有6萬一 你怎麼存6萬一 所以純退休金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告訴你 一定要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只有這樣還不夠喔 因為大家一定想到 怎麼去賺6% 哪有那麼容易 所以你好的方式 好的平台也很重要喔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到 好 來 基金我想是這幾年 大家很常用一個投資勾去 因為你說買股票 真的也不是那麼多 有太多的學問在裡面 沒有辦法每天看盤 對 好 所以我們給大家介紹一個 全台灣最大的基金平台 好 叫做什麼 叫基富通 基富通 你說我們公欄廣告 我們為什麼敢拿出來講 因為基富通背後是誰 集保結算手跟貴買中心 他們在主導 算官方色彩的 對 所以他們可以說是個半官方 或是說半公營的機構 因為他們是大股東 所以安全上 就平台來說是相對 相對安全 值得信賴的 有保障 再來為什麼敢說最大 因為他們能買到的標的 是幾乎市場上 能夠買到基金的9成以上 所以銀行通路賣的基金 基本上在基富通這平台 幾乎都買得到 對 好 那為什麼他們能夠賣這麼多 很重要的是因為 銀行很現實一件事情 拍攤的他沒要賣 基富通我們剛剛說 因為他有政府的色彩 他比較不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有些低管理費 低手續費的 他們都願意賣 所以銀行反而不太願意賣 對 所以我們用 現實的數據來比較好 我們就是以銀行的通路 跟基富通的通路來算 好 第一個我們看到 你買的時候 第一個會扣手續費 手續費 如果我們一般市場上 以股票性來說 基本上牌價大概都是3% 那銀行常做的折扣 大概就是打對折 當然有時候會看到 一些促銷方案更低 可是基富通 常常他們的促銷方案 動輒1.99折 這麼低 大概就是2折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 你買10萬塊錢 在打完折以後 10扣的手續費 一個銀行端可能要1500 這邊不到600 再來 你擺在銀行會有一個費用 叫信託保管費 這什麼意思 如果你都不動 超過一年以上 注意這個是每年收 剛剛手續費 只有你買的時候才有 可是這個數字0.2%是 每年要收 那是年費的概念 對 所以很多投資人 尤其賠錢的時候 都不想賣 不想認賠 還是要扣保管費 對 可是基富通這邊 是不收的 對 好 所以光這兩條 你看一差就差1000多塊 1000多塊 如果用比例來說 大概是1.1% 好 那如果你想賣掉的時候 銀行端 有時候會再跟你收個 叫轉換費 可是基富通這邊 一樣不收 也沒有轉換手續費 對 所以這邊算起來 你看 我們現在不算報酬率 光成本是不是就差很多了 沒錯 當然投資朋友一定講說 成本在地不會 賺錢都不好 重點是那個投資的標的 對 要能夠賺錢 好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好 今天基富通 他們就推了一個叫 好想退的方案 這個方案 就在解決大家的疑慮 我都知道成本 問題是不會賺錢 成本就算領也沒有用 對 觀眾想說 我會賺錢 我不在乎成本 沒錯 這點很重要 好 所以基富通 這一次就找了 國內的幾家 知名的基金公司 推了幾個方案 基本上就叫好想退 來 首先我們看到 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從風險來分類的 就是大家最常說的 就是基本的 積極穩健保守 所以你看到現在就找到 國內兩大基金公司 分別推三個投資組合 就是分別是基金型的 在安聯這邊有三個 群益這邊也有三個 所以總共有六檔 不是六檔 是六個組合 六個組合 它這邊是一籃子 很多檔基金 人家幫你配菜 有一堆基金 對 人家幫你配菜 因為你只買單一的 風險很高 人家幫你配菜 因為這也是大家最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挑標定 對 比如說你想買 中國大陸基金 你不知道怎麼挑 對 它直接幫你配好 是 好 所以基本上 投資人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屬性 或者是你喜歡這兩家公司 但裡面你可以詳細去看網站 他們有詳細介紹 他們的差別 好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考量就是 你對退休還有多久 就像我們剛剛說 這還滿有趣的 對 所以你看 如果你還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國泰的這邊提供三個不同的投資方案 你想要十年後退休的 你可以考慮就是 對 十年 二零二九 這就是二零三九 就是些年的四十 對 好 那你想說 我不是退休 年輕人難道就不能參加 當然沒有 譬如說你年輕人 你打算十年後買房子 你可以考慮 就可以買十年的 對 你就可以買這個 一樣可以適用 好 所以說這是基本上 他這一次所推出來一個這個 好想退的方案 好 那我們再看到 那這一次的這個方案 跟我們剛剛看到 他這個平台有什麼不一樣 好 基本上我們去比較 剛剛手續費的部分 你看他平時折扣1.99折 你有沒有覺得很低了 很低 這一次的方案 零 零手續費 你如果參加他這次好想退 基本上連手續費都不收 你看這就不用講 你一樣再怎麼打折 你也不會是零吧 當然有時候會是零 好 再來 基金管理費 這是基金公司要收的錢 跟銀行通路就沒關係了 給基金經理人 對 可是這次透過 那幾家合作的基金公司 你看到基金管理費 壓到這麼低 0.3到0.5 對 那如果說 信託管理費的部分 一樣都不收 所以你把這三個成本加起來 是不是最低只有0.38 可是如果銀行通路 算起來最低還有1.8 1.8 所以你看到以最低來說 一差就1.5% 是 你想我們姑且不算投資報酬率 光成本我就已經先省1.5%了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有這麼多的基金公司 幫你組這些方案 也是感覺上相對更安心 教授 那怎麼樣可以享受這個零手續費跟零信託管理費 是 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方案大家就要注意到了 這一次的這個方案 第一個 你要在7月30號以前完成報名 好 那再來很重要的喔 報名完之後呢 你要去設定我們剛剛所選的那些基金當中 任何一個組合在8月29號以前完成 好 那當然包含開戶的部分 好 再來9月底以前 你要扣錢要有扣到喔 開始扣款喔 對 而且注意到 這一次的方案是以定期定額為主 要連續24個月扣款 那如果不喜歡定時定額的扣款 對 台灣投資人很多喜歡單筆的 沒問題 那你就譬如說 第一次我先大筆一筆進去嘛 可是記得之後 23期你每個月就留3000塊給他扣 這樣也是某種程度的定時定額 那就一樣如何嘛 而且你看它是可以變更金額的 好 那你就想那超過24個月以後怎麼辦 沒有問題 只要你辭去 這些優惠通通都還佔 所以你看我們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 顧主委 第一個就報名喔 好 那怎麼報名 來 有電話 有E-mail 對 如果這個電視機簽名 年紀比較大 不知道怎麼上網打這個電話 是 有服務專線 好 那你也可以寫E-mail 打年輕人最常用的 QR code掃進去 就會有網址的資料 很容易的你就可以完成這些 報名的手續 而且真的注意到 特別注意到這些時間 跟這些限制 而且期限最後兩個禮拜 你真的要把握 最後兩個禮拜喔 是 這是個消息的 直到達 天啊 結果 以及那個人 那天啊 對 多明天啊 聊天啊 那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